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好 欢迎收看下午5点新闻的RMG 我是彭云芳 针对中韩FTA完成谈判 正在北京参加EPEC会议的经济部长杜子军 稍早表示的看法 杜子军说 两岸货贸谈判在2011年展开 提早中韩FTA一年启动 但最终谈判进度却被韩国迎头赶上 对台湾的负面影响估计非常大 对台湾出口到大陆产品 约有三分之一将受影响 对产业一定会造成冲击 台北市长郝龙斌下午宣布 捷运松山县将在本周六上午6点通车 新通车的路段将会展开一个月的免费试程 另外持悠游卡搭乘 往返指定区间的旅客 就能够享受七折的票价优惠 特别先开放松江南京站 供民众来熟悉整个站内的路线 设施 也希望透过民众熟悉 将来在搭乘的时候 能够更方便更顺利一点 所以也希望民众能够利用这段时间 到松山县各个站里面 去看一看了解 尤其是免费搭乘期间 我们更希望大家能够熟悉整个松山县 通车以后的通车路线 中信金控今天召开法人说明会 总经理吴一奎表示 曝显顶新集团仅新台币18.8亿元 如果顶新集团有事故台北101股权的打算 内部会评估 吴一奎指出 由于灭顶行动正在浪头上 现在顶新集团在银行内部的受信风险确实提高 但是中信金内部评估 顶新集团在大陆营收比重大 不至于因为食安风暴刻意倒账 新北市卢家食品仙草豆花 经过追查之后确认 所使用的石膏是食品级 并非化工级 是合法的添加物 问题出在第一化工 向新北市永昌化工进了硫酸钙 再分装贩售 稍早卫生局已经出面说明 在自己的店内呢 没有经过许可的情况下 散制分装这样的产品 那这个部分呢 是违反了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21条的规定 这个部分呢 后续可以依规定处3到300万的一个处分 戈兰伟计划要罢免立法委员蔡正元 今天中选会宣布提议人数 已经达到法定人数 将会喊请提议领嫌人 10天之内领取联署人名册格式 并且在30天之内征求联署已成案 感谢您收看这节新闻IMG 我是彭云芳 感谢您收看再见